我们现在这三排意义 从第十排开始 这一圈花 两圈 三圈 割了三圈花 然后勾了三圈花针 这短针交接处 完了 我们背针 这一针应该勾长针 长针还是这个地方 这一短针 人质跟起来 三圈并一圈 还是这一圈 短针 短针在变线上面 变线上 变线上 这个又是这一圈长针 长针又是在这个人质跟起来 整个河变一圈 这个也是绝接到这个辩 一圈幻一圈 一圈幻一圈 这个又是变载 长针 一圈长一圈短 这是一圈短针 紧接着又是一圈长针 一圈幻一圈 要一次循环 一针长针 中间一针短针 一圈短针 这一圈是这样 然后第二圈也是这样 第二圈就是长针跟起来 变针短针 这个短针的底部到这个位置 勾一针长针 这样错开 交错着这样啊 天的老铁记住了吗 看短针 长针 这里又是一个短针 又是一个长针 稍微我的手要紧一些 勾得要紧一些 所以这个长针不好往外拉 有时候它卡着 有一根夏毛毛夸足了 它就起不来 看家门养老铁 学会了吗 你学会了吗 所以我们要割三排 三排这个短针了 这一排就让这花给盖住了 它流出来 最后就只剩两排 其实开始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三排好看 还是两排好看 两排要密切 对不对 这样也不错的 我感觉效果也不错 勾出来慢慢的 看来效果还是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这个小鱼蜂帽 蜜蜜的 看吗 变现短针 背一下 这个人子这儿 长针 再给一个短针 这个帽子够好了以后 拿回去拿给我老娘带 冬天了 给老人家 有时候觉得头皮就凉了 带着就预防感冒了 对不对 正好也是个紫色的 加深灰色的 那老人家可以戴这个帽子 那颜色比较素 淡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全部给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这好多天没有更新作品 今天一口气 给发的 把视频都给排到 定时发布 都排到礼拜二去了 这几天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忙活 要忙活完了 才能给大家分享视频 才有闲心给大家分享 比如说交社保啊 嗯 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事 到了年底 曼斯特多 那天找了个 找了个社保局 就我跑了半个 半个大成都了 哎呀 走路 坐公交 认不到路啊 后来坐地铁 哎呀 打听了好多个人 又下雨 伤心啊 坐地铁 成都地铁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就认识地铁的路 不认识地面的路 地面的路太多了 太大了 根本都不知道哪儿跟哪儿 好了 今天晚上跟老铁门闲聊了这么多 谢谢你一如既往的支持 对今天的支持 今天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谢谢你们了 冬天了 大家都要注意健身 强身健体 多运动 多锻炼 早起早睡 有个好的睡眠 有个健康的身体